盛世唐朝,唐太东为何如此重用房玄陵,他的过人之处在哪里? 房玄陵担任百相近二十年,他为人谦虚谨慎,细心周到,是唐太东的得力助手。 房玄陵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,文人友善若即有知,在李世民没有即位以前房玄陵作为他的心腹,就开始留心为他收缆各种人,才杜如惠原来只是帮李世民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李世民,准备把他调走房玄陵对李世民说。 现在府中被调走的能人,越来越多了别人倒不值得可惜,只有杜如惠他可是个十大体,可以安邦定国的大人才,你以后要经营四方,取得天下这种人才是不能少的。 李世民听后非常激动,你要不说,我就失去这个人才了。 房玄陵是给李世民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,但他却说,只有如惠能做出准确的决断,面对复杂的军事国家大使杜如惠总能,善断如柳身为十倍所福,受到大家的钦佩是学家称。 房玄陵与杜如惠的密切配合为房磨度断房,玄陵用人不拘一格,他看到太子李世的宫中,有一位负责保卫的小官里大量的人耿直颇有见识,就向唐太宗推荐,后来里大量成为房玄陵的副手和他一起供职相府,有一个时期。 房玄陵对全体中央官员进行了重新审核优选,有些人调转了岗位不合格的斗,辞退或降职,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640人,有些重要部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他就自己先把工作承担起来宁缺无奈,说管理财政的杜织部门没有合适的人选房玄陵,想这个职位,不能选那些贪婪的巨脸之臣。 也不能选那些不能胜任的平庸之臣。 虽然现在我要多承担一些工作,而且别人还会怀疑我贪图权力大包大懒蛋,我也一定要等找到既有工作能力又有决断,公正无私能为是体,为百姓着想的人才能把这个职位交给他房玄陵认为,如果用人不当,所有的过失都是自己, 但他不允许自己服衍色泽,只求他个好名声,唐太宗,非常重视房玄陵对人的判断,有一次他外出住在翠薇宫,想任命李伟担任民部尚书,就派人去问留守长安的房玄陵的意思。 唐太宗从京城回来的人,玄陵对李伟的任命有什么看法?那人说,他只说李伟有一把漂亮的胡须,别的什么也没说。 唐太宗知道房玄陵的意思,是李伟图有其表不能胜任,就任命李伟去地方上做了官房玄陵并重后。 我来说,李伟图有其他人的两句。 我,李伟图有其他人吗? 我来说,李伟图有其他人。 我来说,李伟图有其他人。